最近,中国最红的一位女明星,可能就是这位叫做荷花的熊猫了。 荷花现在被称为熊猫顶流女明星,去成都大熊猫反育基地,看望她的游客粉丝,都是人山人海,每天都把她的小院子围得严严实实。 荷花2020年7月4日,在成都大熊猫基地的月亮产房,和双胞胎弟弟和叶一起出生,荷花的妈妈叫做成功,所以也有人会联名待姓地叫她成荷花。 要说荷花出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出生开始,她就吸引了无数关注。 荷花性格温顺亲人,小时候是个糯米团子,爱和饲养员撒娇,长大之后也还是很亲人,是为数不多,两岁以后,还能让人近距离接触的大熊猫。 荷花的走红,跟她的饲养员坛爷爷召唤她的方式有关。 荷花,荷花,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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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谭爷爷的四川口音 很多游客一度以为 荷花的名字叫做果赖 有人说 荷花是长相最可爱的熊猫 小荷花出生的时候 足不就自带白脚环 像是穿了花边丝袜 大熊猫虽然是黑白两色 但是很多大熊猫的白毛会偏黄 而花花从小到大 都是纯白色 荷花胖乎乎的 没有脖子 坐着的时候 就像一个三角饭团 在一群黑白团子里 能够被一眼认出来 除了一张脸 荷花的身材也是可爱到爆棚 她还比其他大熊猫的个子要小 和一起出生的双胞胎弟弟 和叶站在一起 对比一下就知道 做姐姐的 这身材是有1.5短了 能让我们花宝激动起来的 只有吃饭和弟弟 此时的荷叶 还不知道可爱已经降临 姐姐来了 我们有眼力尖的熊 就会自动让位 不仅是个子不高 体型小小的 荷花的行动也很迟缓 吃东西特别慢 所以吃饭时 经常被别的小朋友抢 骂了吧你 荷花还创造过一顿饭 被抢7次的记录 这包好的笋子 总是被抢走 气得荷花走得远远的 找个地方躲起来 慢慢吃 因为抢不过其他小朋友 荷花得到了特别的照顾 饲养员们就怕他吃不饱 谭爷爷还会单独给荷花加餐 他爷爷丢了一些小苹果给大家 然后单独给花花一块 爱九又要来抢 后面的荷叶也被抢走了 他爷爷就丢了一块吸引他 结果掉沟里了 爱九看了两眼 不想下去 直接就进拿花花嘴里的 看谭爷爷是什么苦草花花的 这这这这 这 你也撑得到手 花花很想抢和一顿饭 遭到了谭爷爷的无情苦草 打死我都远远了 还没听到嘴里 这这这这 给谭爷爷急得够呛 爷爷又给了花花一块窝头 爷爷满是无奈 但也只有宠着他了 不过随着荷花慢慢长大 他也学会了婉拒小伙伴的抢食 看这手势多么自信和果断 有人开玩笑说 荷花的颜值是用战斗力换来的 长得超级可爱的荷花 运动细胞为零 荷花也是熊猫基地唯一一只 不会爬树的大熊猫 不过这不是因为花花懒 而是它天生又厚 腿脚长外翻 身为一只熊猫 爬树必须是基本技能 为了让和花学会爬树 奶爸们没少操心 字幕志愿者 杉zte 走开 荷花就不小心 从树上掉下来 还得靠奶爸哄 才能安抚刚才掉下树的委屈 因为动作慢 性子慢 荷花的有趣故事实在数不胜数 下班时间到了 熊猫们纷纷回到室内 看小荷花 动作稍微慢了一点 就被自动门关在了外面 只好等着奶爸们来接走 如今 荷花已经成了 整个熊猫界的女明星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粉丝 荷花是最会营业的大熊猫 她不仅能够听得懂人话 还会积极配合游客拍照 有时候 她还会对着人群 打招呼摆姿势 尽可能露出自己的正脸 但是 荷花也有调皮的时候 当名人太累 太辛苦的时候 荷花还会躲起来 和前来看望她的粉丝夺猫猫 荷花的生活里 经常和她一起出镜的 是她的干妈圆润 荷花的亲妈成功 一共繁育了五胎共九个儿女 荷花出生以后 跟着亲妈生活了几个月 但是为了保证成功的生活质量 和投入下一轮繁育 荷花不久就和亲妈分离 而是改为和另一只大熊猫 圆润生活在一起 所以粉丝们把圆润称为荷花的干妈 圆润对待 荷花是如己出 荷花也很喜欢和这个干妈在一起 而说到了 荷花的亲妈和干妈 就一定要再说 说荷花的亲爹美兰了 荷花的可爱长相 要归功于 她爸爸美兰这张帅气的大脸 而美兰身上 还发生过著名的性别乌龙事件 美兰的父母 是旅美的大熊猫伦伦和羊羊 所以美兰2006年 在美国亚特兰大出生 出生时被判定为雌性 就连网友投票取的名字 都是偏女性化的美兰 2010年 4岁的美兰回国 开始在故乡四川的新生活 成都熊猫基地 还专门给她安排了婚姻大事 挑选出8只熊性大熊猫 要为海龟妹妹美兰挑选一位男朋友 然而 在成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美兰却意外地出现了一系列 熊性熊猫性成熟期的反应 经过检测后 发现美兰是男孩 8只候选男友 不仅空欢喜一场 眼看娶到手的媳妇 非了不说 反而还多了一位竞争者 据说 当时美兰的候选男友中有一位 叫做五一的 因打击太大 情伤太深 到今天都没有婚配 仍是单身熊一只 美兰的男儿身被发现之后 她和成功生下了荷花 如今一家四口 都生活在成都大熊猫返育基地 而因为去看荷花的粉丝太多 保安大哥还经常会喊游客们 别总是看荷花 也可以去看看 荷花的老爸和老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